社区肥胖防治环境评估工具介绍 没想到身边的住家环境中隐藏了这么多可能会造成肥胖的原因啊 没错,所以为了能够让民众更了解相关的策略 及检视社区环境是否有治胖因子 美国于2009年就已经提出一套发展策略 及测量指标工具咯 设计这套工具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以社区为单位 透过环境的规划、监测和政策层面的改变等策略来预防肥胖 为了希望此套工具能够配合国内相关的政策背景及生活环境 与协助县市执行评估治胖环境方法之标准化 国民健康局委托学者协助修改 经由内部多次讨论 精简成一套19项策略的本土化工具 所以透过这样的工具 卫生所的人员可以更加帮助群众 了解住家的环境可能包含哪些治胖的因子 也可以推广政府对于治胖 有采取哪些政策哦 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